陳卓妍,生日快樂 6月9日是MIRROR成員陳卓妍的生日 Ian在香港的國際歌迷會 在銅鑼灣時代廣場的二樓和五樓 有特別的展覽活動 二樓位置會見到有一個 1.5米高的樹紅造型的Ian公仔 給一眾Hello StarCard 去到五樓位置就更加精彩了 我們就請來歌迷會的代表車車 跟大家講解一下 五樓展區有甚麼特別 Hello 這裡就是我們的正門 這對門的名字叫做心境之門 想要介紹一下 其實陳卓妍小時候坐了 一次學鋼琴的機會 但他也自學鋼琴 吉他、saxphone 慢慢鋪排他作曲、編曲、填詞 甚至監製這條路 令他成為一個可以唱作的歌手 我們就可以在這裡進去 其實整個展覽都是圍繞著幾個大自然的主題 有森林、海洋、花、樹木等東西 接下來這就是另一個主題的場 叫做Ian 心弦 心弦的意思就是好像很多樂章 鋪滿著整個背景 另外那邊有兩個細木箱 其實就是Ian的一些展示 但我超級推薦大家可以在這裡聽 就好像在陳卓妍的心中 聽著他唱演示 還有就是這裡的創作靈感 他也會有些Q&A跟大家分享 尤其是在他拍攝男排女像的時候 找靈感去創作 我們再走到這邊 主題就叫做自治心跡 這裏自治心跡 其實就有Ian監製的首稿 就會在這邊出現了 這間房就叫做普出心海 普出心海其實就是Ian其中一首歌 他作曲作詞的 就叫做瓊落 瓊落雖然是一個很不開心的主題 但瓊落這個大自然景象 其實造就了很多的魚和海洋生物 繼續可以延續他們的生命 好 來到最後的部分就是編制心路 就是一首Ian作曲 編曲 填詞 甚至監製四樣東西都做齊的一首歌 就叫做地球上的最後一朵花 剛才說到整個展示的主題都是大自然 這首就是關於樹和花的主題 給一個最後好像有些希望 最後有些光的地方 就一個展覽的完結 去到展覽最後這個部分 就是預購了的產品可以拿的地方 有些模型公仔 有百款還有限量版的 不知道你們會拿到哪一種呢 然後就有這個小袋袋 有兩邊的 對 索袋袋 還有我的肩膀 這隻可以貼在肩膀的公仔 然後因為疫情之後 我們都可以去旅行 我們就可以用這條帶 固定在你們的行李裡 帶著Ian一起去旅行 然後這個就是我最喜歡的部分 就是它裡面就是這張皮 我們吹冷氣 或者在辦公室工作的時候 冷的時候就可以拿這張皮出來 如果不然就可以塞了皮 然後這樣攬住就非常舒服了 這個就不少了 我們的Mouse Pack 可以放到iPad和Apple Pen 那裏還有一些小貼紙 還有一個今個Exhibition的一個袋子 這裏都全部是一些預售的產品 這個可以訂製的環節 首先我們按了Start 如果你買了這兩樣產品 有Passport的Holder 還有Logage的Tag的話 隨便選一款 然後你就可以選擇字款 還有選擇顏色 去製作你們獨有的Passport Holder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